一筆在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露出专注安静的神情 由于现在的小朋友接触书法,拿毛笔写字的机会很少 课程将书法和着色绘画结合在一起,增加小朋友的兴趣 并在书法老师陈文树的指导下,大家开始发挥创意巧思 绘制出独一无二的古传图文彩绘画 刚刚看得非常棒,老师跟我介绍一下 介绍那个字,用那个图案这样画出来,看起来就是跟一只老鹰 跟今天你们画的主题,那老鹰还蛮像的 对呀,小鸟真的很棒 你看那个,我们这个老师画的这个,是不是像一只鸟 是不是很厉害,你要不要,就是你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 那之后啊,也可以认真学,像这样子很有创意 对呀,那本来就是一只鸟 对呀,你看这一只鸟,但是叫观其形 你知道这个脖子吗?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不知道啊 那这个我们用那个字啊,可以写的很像图画 这个这样子非常的棒啊 各位小朋友想不想学?想啊 想哦,那我那个,之后我们的办活动 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加 那我们再请老师教我们更多更多的字画,好不好?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程 吸引来自缅甸、印尼和中国的新住民家庭参加 希望帮助新住民家庭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 并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区长郑朝元表示,未来松山区公所也会规划举办更多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松山区公所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程 圆满成功,赞!赞!赞!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